第二百四十八集 高手 同一时间 所有人都醒悟了过来 闭口不言 奇奇将目光投向了敖宫 却不知片刻前和威风凛凛 恍若娇游一般的敖宫 此时心中的苦涩比他们更深 杰丹宗师那是什么样的人物 他或许懒得跟这些小裸裸计较 可是自己一定是逃不掉的 上时间 敖宫心中大恨 一恨这一生谨慎 老来却栽了跟头 明知道这间店铺曾经出现过 结单级别的强者 为什么鬼迷心窍就听信了那些人的分析 二恨 孽徒害我 若不是徒弟在蛮牛手中吃了瘪 自己又岂会起义出头呢 这下可好了 撞上铁板了 感受着张凡如有实质的目光 敖宫孽孽如如少请 终于还是上前半步 扶手行礼 晚辈聂敖 拜见前辈 前辈 金安 前辈 这两个字一出 聂敖身后的众人 就不是静若寒蝉那么简单的 人人齐齐退后数步 将聂敖献出身形 对方是什么人呢 能够让聂敖这个筑基大圆满 喊声前辈的那不是杰丹宗师级别以上的强者 才叫有了鬼了呢 这样级别的强者平时连剑都见不到呢 让他们动手 开什么玩笑啊 对这些小喽啰的举动 张凡并没有在意 目光一转 宁到了聂敖 缩成一团满是皱纹的老脸上 悠然开口道 你叫聂敖 是是 晚辈乃是外海富傲岛 那个赞鞠 在张凡如有实质的目光之下 聂敖连个岛主二字都不敢说出口了 结结巴巴半天 弄出一个赞鞠来 扑哧一声 听到他的回话 一声轻笑从张凡的背后传来 聂敖抬头一看 脸上当即就再也看不出人色来了 原来笑的正是黑白二鼠 原本在张凡的威压之下 他的脸上已经一片煞白了 现在竟然又出现了两个结丹宗师 这心胆剧烈之下 仅有的血色也消失不见了 哎呀 真是猪油蒙了心哪 我怎么怎么倒霉呀 若不是不敢放肆 这个时候他非得垂胸顿足不可 竟然上了一家有三个结丹宗师 坐镇的店铺捣乱 要是能够活着出去 真是够他吹嘘一辈子的了 他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 只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偏差 放心 不用怕 本座不会杀你们 张凡话音未落 现场的十余个人 齐齐面露惊喜之色 不用死了 不过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让他们的心陡然又沉了下去 不过到张某的店铺捣乱 也不能轻饶了你们 小乘大戒吧 说完了之后 张凡也没有兴趣再看他们求饶的丑态 连手都不曾挥一下 不过目光一凝 充斥所有无处不在的灵气 骤然凝固了起来 灵气者 鸟惊呼一声 连个活龙话也没有说完 恐怖至极的力量骤然爆发 所有的灵气仿佛都有了生命一般 自发的凝聚在了所有人的身上 空气之中更有如水波荡漾一般 引线波纹 声声惨叫之声直冲云霄 银亮比起他们先前叫嚣的时候 更是大上了十几倍 瞬间传遍了整个异式岛屿 一个个几乎没有时间差距 尽数被抛到了店铺之外 漫天的血雨 从一张张痛苦大张的口里边喷吐出来 旋即又被强大的锋利压回 一半重新塞回口中 一半撒遍了全身 众人之中也只有镍翱 有一丁点的反抗之力 在高呼出灵气枷锁的同时 他条件反射般的把凹头拐杖在胸前一横 似要防御和抗拒 他的动作刚刚做完 恐怖的灵压极深 生生破碎 寸寸开裂 兼于铁石的特殊木制制成的凹头拐杖 连一个弹纸的功夫都没有支撑住 便瞬间布满了裂纹 与此同时 仿佛十字一般的枷锁压入体内 将它周身的灵力锁住 还不仅仅如此 犹如不满足一般 又透过皮肤侵入体内 无穷的怨毒之色 瞬间取代了原本的惶恐 并在刹那间化作无限的绝望 轰 鸟整个身躯被轰飞了出去 还未及地鲜血变洒 不是从口中喷出的 而是自周身的皮肤当中喷有而出 仿佛一个个毛孔 也皆化身成了喷泉一般 还在空中 人已经昏迷了 所有人在一瞬间 皆被抛出了百丈之外的距离 半弦堂中 当即又清静了下来 你们都回去 告诉你们的主子 就说张某来日定当拜访 让他们好生准备准备 至于是准备棺材板 还是准备人手 那就不需细说了 反正对张凡来说 没有什么区别 说完这些 拂袖上楼 兴冲冲而来 不过一些小喽啰而已 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已经人事不知的孽敖 若是知道威风了一辈子 一向自视甚高的自己 在张凡的心中 也只是一个小喽啰 真不知道会什么感想 老板真狠呢 就是那些人 还不如死了呢 逮得张凡上楼去 黑白二鼠望着远方 相扶着正缓缓站起身的 一众喽啰 窃窃私语了起来 还不如死了 听得黑白二鼠的议论 正感到张凡下手太软 没有狠狠触斥的小喽 顿时来了精神 颇有他老子当年的风范 凑过脸来 舔着脸问道 两位前辈告诉小的 他们怎么了 老板对他们用了什么手段 一边问着 眼中还闪出星光 好像是追星一般 嘿 你小子 来 老鼠跟你说说 黑鼠笑了起来 合着白鼠 把他拉到了一边 细细地吹嘘了起来 瞧他那得意的样子 仿佛是他们施展的招数 张凡从头到尾做的 其实很简单 也就是灵气枷锁而已 不过这个只要是 结单修士都会的神通 在他手中施展出来 又是不同 至少黑白二鼠 没有把握做到他这般 更不用说举重若轻的态度了 灵气枷锁 施加在那些喽啰的身上 并不仅仅是控制住 他们的行动而已 而是更进一步 透过他们的体内 从根本上破坏他们的身体 这破坏从表面上来看 也就是那喷泉一样的鲜血了 跟被迎面闷了一拳头 没什么区别 可若是在识货的人眼中看来 这些人后半生可就凄惨了 其中伤得最轻的 就是那些普通的小喽啰 不过炼气器的修为 张凡甚至懒得跟他们计较 灵气枷锁入体 将身体机能破坏得差不多了 同时锁住他们的一身灵力 除非有比张凡实力更强的修仙者 愿意耗费力气和百八十天的功夫 才能够在不损及他们本体的情况之下 用水磨功夫慢慢地去除 就凭那些替人跑腿帮闲的小喽啰 他们有这份服务员吗 不过他们还算是好的 只要是下半生在床上好生躺着 倒是还能保住性命 鸟就要惨得多了 灵气枷锁入体 除去破坏了身体机能之外 并不是封锁它的灵力 而是加了一把力量 将它的倒机也彻底破坏了 一生苦修的灵力震散 化作紊乱的破坏力量 在体内纵横 除非服下真正的先品丹药 否则三日之内 呕血不止 惨嚎痛苦而死的下场 是逃不了了 这就显示出了张凡的手段 这般作为 其实比杀了他们 还要难上无数倍啊 若不是以张凡近乎 结单后期的神识和控制能力 想要做到这点 也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没有当场杀死他们 一是不想让他们死得太便宜 二是不想脏了自家地板而已 啊 小猴听后眼中的星星直冒 满是崇拜之色 随即神色又是一暗 好像有什么难言之事 黑白二鼠可不是什么细心人 还沉浸在吹嘘之中呢 自然不会察觉到他的意状 恰在此时 一个声音传来 瞬间传入到了半弦堂当中 所有人的耳中 都上来吧 本座有话要说 是张凡的声音 刚刚发过威 这个时候他的话谁敢怠慢 不过片刻的功夫 所有人都集中到了 二楼中的一间会客厅之间 满满当当的近二十个人 挤在一间小小的会客厅里 一个个摒弃脸膝 生怕惊扰了盘膝静坐的张凡 都来了吗 张凡缓缓睁开眼睛 开口问道 说吧 在本座前来之前 有谁离开过半弦堂 众人一愣 不知道张凡是什么意思 有反应快的 多少有些明白过来了 其中几个人 更是惊讶地望向 其中一个伙计 刹时间 那个二十岁出头模样 干瘪瘦小如营养不良的伙计 周围顿时空了出来 像是比瘟疫一般 瘦小伙计的脸上 煞白一片高呼道 哎呀冤枉啊 小的冤枉 我没头风啊 说到这里 忽然反应了过来 急忙捂住嘴巴 却是已经来不及了 所有人的脸上 都现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哼 通风报信 说吧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张凡冷冷一笑 并没有什么诧异的表情 就是这家伙 没有愚蠢无比地说漏嘴 最终也是难逃公道 先前捣乱的喽啰当中 恰有提及店中 刚刚有人捣乱 当即就让张凡警觉了起来 当时他回到半闲堂的时候 根本没有一个客人在场 他们闹出的动静也不算大 以半闲堂占地一整条大街的范围 再加上门口罗雀的情况 根本不可能被别人知道 偏偏对方就了解到这些细节 那还用说 当然是内部有人通风报信了 而且这个人卖主心切 连片刻都忍耐不得 结果这事情的发展都没有看清楚 就跑了出去 否则也不会不知道 张凡老板的身份呢 是白云阁的掌柜的 让小的做的 就这一次 真的 就这一次 瘦小伙计也不敢再狡辩 面如死灰连声喊道 老板你就饶了小的吧 就当小的是一个屁 把小的放了吧 这样的话 说着还要合身扑上来 抱张凡的大腿 却被他一脚踢开 略带厌恶地说道 放了你是不行的 你回去跟那个什么白云阁的掌柜的说 就让他洗干净脖子 张某晚上派人去拜访 滚吧 说完也不等着小伙计回话 直接一挥袖子 滚滚气流涌出 扑在了伙计的身上 将他从窗口直接抛飞了出去 客厅之中顿时安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张凡悠悠然开口道 他若是气运好 还能够走到那个什么白云阁里 要是气运不好 接下来的话字就不用多说了 在他的目光扫失之下 所有人进入寒蝉 浑身不自在 尤其是其中几个 身子更是陡如筛糠啊 本作也不管以前的事情了 从今天开始 如若再有人跟外人勾勾搭搭 此人就是下场 莫为言之不欲 从今天起 所有还在半闲堂的人 待遇加倍 好生干下去 自有你们的前途 张凡打个巴掌 再给个甜枣的手段 还有他先前展露出来的实力 算是将半闲堂当中 不安的气氛彻底压下去了 快刀斩乱麻 还差最后一步 黑白二鼠 晚上你们俩去 要是明天白云阁里面 还有一只活鸡 你们也甭回来了 好嘞老板 不过要是 听了张凡的话 黑白二鼠先是一喜 这趁火打劫的好机会 正是自己囊中羞涩的 好补充啊 接着他们老毛病又犯了 又不过了起来 有事你们回来 自有本作出面替你们出头 你们怕什么呀 张凡不耐烦的挥了挥手 让他们快滚 这事让黑白二鼠去做 再合适不过了 杀人放火的事 他自身早已没有了兴趣 自然要有人来代理 这两个没出息的家伙 正合适去 那个所谓的白云队 要是有结单以下 或者单个结单出气的高手坐镇 他们自能应付 真是遇到了强者 以他们的速度 也不愁跑不回来 到时候张凡再出手就是了 有了他们两个 张凡也就不用 如当年在重玄城中 半夜拆电那样 还要在一旁压阵 可以说是轻松了不少 义士岛上满是紧张的气氛 无论是正午时分 在半弦堂前上演的那一幕 还是张凡其后的放言 都让义士岛上曾经参与过 针对半弦堂的商铺 人人自危 有的打算联手送上厚礼 接过此事 有的想再请高手来降服 更是有更多的人 连夜逃离了义士岛 事实证明 逃离之人的选择 最是正确不过了 张凡回归的当夜 白云隔毁 大火浓烟 仿佛义士岛上 最醒目的灯塔一般 满门朱觉 鸡犬不留 第二天 全岛震惊 事情还没完 此后的五天 天天如此 先是一晚上两家 接着变成三家 接连数日 意识倒得夜晚 再也没有安宁过 黑白二鼠如何大肆破坏 张凡不管 也无心理会 反正就是报复 天经地义嘛 要是对方有能力 真请得出 让黑白二鼠 也退避三舍的强力高手 他或许还会有点兴趣 现在嘛 不过是欺负欺负别人 同时显示一下 自己的存在感 没有丝毫在意的必要 此时 张凡正盘息 坐在静视之内 宁神望向眼前 漂浮的两样东西 其中之一 乃是一个乾坤袋 若是没有点眼光的 还真看不出 漂浮在他面前的 这是一个乾坤袋 还是一个 堂堂结单 中期高手的乾坤袋 这正是 无牙老怪的遗物 这个乾坤袋 看上去毛茸茸的 巴掌大小 前窄后宽 肚圆尾肩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老鼠 真不知道 要对着老鼠 爱成什么样子 才会把自己的乾坤袋 也祭练成这副模样 这也就算了 只能说明无牙老怪的恶趣味 不过另一方面 则透露出了它的本质 这乾坤袋 不仅仅外表像老鼠 就是气味也相差不多 一股股的恶臭 几乎要化成青烟 自乾坤袋上冒起来 感觉上 就像是几百年没洗澡 又跟一群老鼠 窝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透过这乾坤袋 张凡几乎可以想象到 无牙老怪洞府内的情况了 稍易在脑海当中还原现场 当即不寒而栗 也正是因为这玩意儿太过恶心了 他当时才没有现场查看 而是随便一兜就取了回来 除了这个乾坤袋之外 另外一样东西 则显得正常了不少 就是那个精壮体的法宝 这正是无牙老怪 这个可以显化出 吞天鼠须象的诡异法宝 对这东西 张凡就感兴趣多了 暂时撇开那个乾坤袋 不管将法宝取到了手中 手掌一捏 大五行破禁术发动了起来 哎 少请五色光滑退去 张凡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 诡异无比的神色 黄 Truth 长凡的风